前線給中古車的YouTuber 這位達人2000 我們請他來談 2000你好 主播你好 是 首先第一個問題來請教 第一個就是 大家都說 可能中古車買起來比較不心疼 也比較划算一點 但是當然可能跟自己的荷包預算 是有關的 但是很重要就是我們剛剛所提到的 這個保險其實是很重要 你不能說簡單弄一弄就好啦 那這可能不夠啊 所以到底我們二手車的 買車的話 可能要怎麼樣來配合這個保險 你才不會說想要省錢 但是反而傷到了荷包呢 其實車子走在路上 就一定需要保險的部分 來幫助你做理賠 以及就是基本的保障 所以今天不管你買的是新車 或是中古車 我的建議都是一定要所謂的 第三方責任險的一個保障 那只有這個差別 所謂的一般常常在講說 只會假釋 已是 秉是的 車體險是理賠自己的這一方 那如果說是理賠對方的話呢 基本上都是所謂的第三方責任險 那第三方責任險分了很多 一般來講比較基本的 像是100萬 200萬 30萬 的財務損失這樣子的理賠 其實就現在的車價來講是比較不夠的 所以大家都會使用 所謂的超額責任險 那也是我們俗稱叫做超跑險 那幫助大家說今天在路上遇到 如果比較大型的車或是比較高 單價的車子的時候呢 他會有大概500萬 1000萬 2000萬 左右的一個理賠金額 那可以幫助你在路上呢 不用理賠到到時候 荷包大失血這樣子的狀況 哇 那會不會很貴啊 其實這個不會很貴 因為所謂的超額責任險 一般來說它是一個付約 基本上你要先保所謂的第三方責任險 大概是在幾千塊錢左右 那你再保這個付約 再增加個幾千塊 3000到5000之間 你就可以擁有所謂的超額責任險 這個部分來講呢 其實理賠對方的這樣子的一個保險的一個價值 通常呢他在保費上不會太貴 通常比較高單價的是大概所謂的車體保險 就是有理賠自己的這一方呢 這個價格是比較高一點的 不過那假釋 以示 秉示 其實這有三種 那到底要怎麼樣選擇呢 其實假釋 以示 秉示 這三種一般來講是所謂的 如果你今天遇到事故的時候 對象是車子的話呢 那秉示就有理賠 那如果以示來講呢 一般來說是所謂固定的物體 如果你碰到牆壁啊 甚至撞到不動的物體 比如說公園啊 地上的腳椎啊 等等電線桿 這種是隱示會有理賠 那假釋的部分是包括任何狀況 包括天災人禍 只要稍微有沒有注意到的 甚至說呢被空中的物體砸到 都會有理賠 這個是所謂在車體保險 就是自身的一個保險上面 有理賠自己的車損 而不是對方的 那對方的就是所謂的第三方責任險 是 所以您剛剛提到的就是說 不僅僅是從假釋以示秉示來考量的話 你也要另外去保第三方責任險 恐怕這個保障才比較足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說 如果不是新車 一般來講 你稍微幾年了 用了幾年總是難免 零件上機械上面的問題就跑出來了 那是不是可以告訴我們說 有沒有什麼樣的保險 可以特別補足這個部分呢 其實在外匯車市場來講 如果說你是買高單價 譬如說進口車 雙B車來講 在外匯車來講很多保險公司 甚至車商都會提供所謂的零件險 那這個零件險 就基本上你只要保一個全險以外 你再增加大概8000至1萬 1萬5的費用 可以幫助你在接手這台車的一年以內 裡面有一個一定額度的一個理賠 大概10至15萬之間 那可以讓你在養這台車子的時候 零件也可以成為保險理賠的一部分 好 非常謝謝這位達人2000 提供給我們專業的建議 謝謝你